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课程收益学 我们线上翻转教学的影片 我们同样是历阶教师检听真实考题 我们最后一个单元是文本与论述分析 做一个课程收益学的研究方法 当然这个文本跟论述分析 最近研究所很多人在研究那种课程政策、课程论述 或者教科书的内容分析、形式分析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 因为跟我们课程社会学有关 所以我们先拿进来当做一个范围 我们看一下历阶的考题里面 大部分好像选择题目问题很少 因为它可以考在深论 你如果对课程论述、课程政策、内容 还有它形成内容背后的观点 还有形成这个观点 它怎么说的、谁说的、在哪里说 做一个分析、意识形态的检合 还有它如何去影响权力 或者去影响知识在其中的作用 权力之间如何流动 还有它如何影响主体认同的过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 首先,王阳教员想要了解国小国语科 中不同性别的角色、类型跟出现频率 请应该用哪些研究法 那是类型跟频率吗? 还是像是统计啊? 几个男生、几个女生、几个这样子 所以呢 A. 内容分析 A. 文本分析 C. 论述分析 D. 进入分析 所以答案是内容分析 分析里面有几个 文本分析里面是怎么去讲的 论述分析里面的观点是什么 如何去说明的 谁说的 然后透过什么观点说 意识形态 进入分析说 那什么东西是影响的要素 所以答案是内容分析 接下来是Steven Bowe认为说 教育政策应该包含两个层面意义的探讨 一个是政策及文本 另外一个是什么? 文本 你所可以阅读到的那个资料 文本 背后就是论述 课程及论述 文本背后有哪些观点 这些观点是什么被说的 它有什么社会背景 在什么时代背景里面审成 论述分析 批判论述分析的观点 接下来 下列何者是政策及论述的理念 A. 教育政策的推动 应该提出什么计划书 这个比较像内容 从教育政策计划书可以分析 各种意识形态 比较偏向于内容的分析 文本是教育政策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 其实文本只是在那种 还不到论述的层次 里面的内容有哪些东西 接下来是教育政策内容 需要透过语言分析跟对话去理解 所以答案是D 论述里面要看到里面的语言 怎么说的 然后如何说的 说些什么 什么没有说 那什么说的很多 然后什么是带风向 这种对话论述的分析 接下来 教育研究中的论述分析 往往受制于特殊 时空下社会环境的框架 形成特殊的论述形构 Diculsive Formation 就是说这个论述里面有特别的说 某个团体都会讲怎样子的话 某个潮在里面 大家say hello 都会说怎样子 是在hello等等之类这种东西 或是某个团体大家都一起反和 反费时 或是费时 等于融合 等等之类的 就是那种说法 起手 我们的起手式都一样 就是这种观点 怎么说的 背后可能是 自己的意识听到观点 还有我们这一题里面 这种研究方式 揭露这种论述背后 如何被形成了 它的语法具够如何去陈述的 什么起手式 怎么讲 再怎么讲 如何去说服别人 这种理念主要立即于哪一位思想家的思想 Eliota 是后现态的 技术 比较批判跟流行文化的 所以答案是属于复科 德西卡是解构主义的学者 是复科 比较多谈论到论述形构 尤其在词与误 谈论到知识考古学里面 跟知识系谱学里面 讨论到论述形构 一个内容里面有怎样是观点 这些观点怎么去陈述 怎么去说服 怎么去铺陈 他的前后怎么去顺 他受到谁的话去影响 然后又在什么空间 什么论述跟论述之间交互作用底下去升者 有什么历史环境背景底下的考量 这个都是论述形构影响要素 这样子 好 这比较难的东西 不过大家能够知道说 有这几个词论述分析论述形构 免然说遇到不知道怎么办 就OK了 好 那就大致上我们就这个部分 就到此结束 那这样有什么问题的呢 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是到此结束 不过今天的讲解到此结束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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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